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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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綱警方在十號下午 一舉逮捕十四名男子 還有一名女性 指控這些人涉嫌詐騙和洗錢 我們有嚴重的疑惑 他們的資金資源 所以你正確地提出 這是我們正確的 我們要找到 從哪裡來的錢 從哪裡來的錢 這是我們的資金資源 香港毒品調查科總警司表示 上個月十號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和多名高層被捕之後 壹傳媒的股票出現不尋常的波動 追查之下發現年齡介於 二十二歲到五十三歲的 十五名涉案人透過WhatsApp 相互聯繫 在三天之內 進行了1.3萬次的股票交易 牽涉近23.8%的交割量 甚至在一分鐘之內 買入賣出 推高壹傳媒股票的交易量 營造獲利假象 讓其他投資人跟著瘋狂追捧 造成部分的小股民 蒙受重大損失 所以讓警方懷疑的是 這十五名嫌犯的身家背景 其中六人沒有任何職業 甚至有些具有三合會背景 另外還有嫌犯自稱是公務員 資金來源還有職業明顯不詳称 不排除幕後還有更多的操縱者 甚至可能逮捕更多人 鋼琴表示 目前還在初步調查階段 嫌犯的銀行還有股票賬戶 已經遭到凍結 簽設的不法獲利超過1.14億台幣 而最終的罪名將聽取律政司的建議